哈里斯民望越来越高 特朗普慌了呀 早知道这样不换拜登多好呀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最近一个月以来 特朗普的这个选举声势大将 本来7月份他遇刺之后 他的声望来到了极高峰 民调支持度甚至拉到了接近七成 很多人都说特朗普躺着就可以选赢了 再加上总统选举特朗普大胜 这一下子把拜登的心理防线 给彻底催垮了 拜登只能无奈的宣布退选了 很多人都觉得那几个月的时间 民主党这么仓促的推出一个新的候选人 能战胜特朗普吗 特朗普也觉得完全没问题 总统大卫正向他招手 于是他在选副手的时候 完全不考虑这个副手 能不能给自己增加更多的选票 只考虑这个副手到底像不像自己 结果谁能想到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哈里斯光募款就募了接近五亿美元 民主党现在有点爱兵必胜的感觉了 反倒是轮到特朗普慌了 特朗普这两天无奈的表示说 这场选举对他很不公平 为什么呢 他是在以一敌二 他说我好不容易辩论场合赢了拜登 民调支持赢了拜登 我马上就要彻底赢得这场选举了 但是没想到民主党耍花车 直接把拜登这个老头子给换了 换了新的一个人上来 我还得重新调集力量 再去战胜一个新的总统候选人 我这是以一敌二啊 我太吃亏了 这场选举太不公平了 弱者才抱怨命运 强者从不说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不公平 大家知道吗 在特朗普和拜登辩论之前 拜登团队提了一系列的要求 以往是九月份辩论 要提高到六月份 可以 拜登要求整场辩论之中 不能有观众 可以 拜登说咱们然而对得避卖 不该你讲话的时候 你不能讲 特朗普说可以 甚至拜登精心的把这个辩论场合 放在有利于他的电视台 特朗普团队也同意了 为什么 那个时候特朗普认为 拜登就是一个一击击倒的选手 在辩论场合 他跟特朗普完全没法抗衡 所以你提什么条件都行 在绝对的强者面前 你的所有条件啊 最后都会变成一场笑话 果不其然 特朗普辩论大声 而到了特朗普要和哈里斯辩论之前呢 哎呀 特朗普真得捏把汗 毕竟哈里斯也是检察官出身 嘴皮的利索 更为关键的是 他比特朗普年轻啊 他不是换了老年痴呆症的拜登啊 所以这把轮到特朗普团队提条件了 尤其是如果哈里斯是个软柿子的话 那特朗普绝对说 你甭说一打二 一打五一打十 他照样能打赢 可现在看来啊 哈里斯不是个软柿子 哈里斯能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 筹集到接近五亿美元的捐款 要知道同时期 特朗普团队才几千万而已 而且哈里斯收到了大把的小儿捐款 这说明美国真的有很多人是支持哈里斯的 这对特朗普来讲可不是个好消息啊 所以现在轮到特朗普来抱怨命运了 甚至特朗普团队表示说 如果再不改变选举策略的话 那特朗普今年的总统梦 可能真的就只是难可以梦了 留给特朗普的时间也真的不多了